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响应联合国人群日 太极门1219事件平反第14周年 全民开讲系列论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全哥 前天也就是12月10号 是联合国订定的国际人群日 这一天是为了纪念联合国于1948年 12月10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而定定的 台湾重视人权 所以也把人权两公约引进国内 并且在民国98年4月22日 公布了人权两公约施行法 让这两个普遍受到国际重视的人权公约 成为我们的国内法 未接在宪法之下 一般法律之上 而且也在去年在监察院内设置了国家人权委员会 但讽刺的是两公约施行法都实行12年了 但是被监察院列为人权保障指标案件的太极门冤案 不但仁为平凡 太极门的土地还在国家人权委员会接牌的那个月被强制执行拍卖 并且收归国有 曾如前总统马英九说的 从人权发展历史来看 最容易伤害人权的就是政府 尤其是法和税这两个领域 很不幸的 在太极门冤案中 可说是几两者之大臣 所以才有学者说 太极门冤案不但是法税228 更是法税招妖记 现在我们先透过一段影片来回顾一下太极门冤案 这一个案子 今天很荣幸能代表前中华民国行政顾问总会理事长黄雀阳先生代表发言 在民国68年本人担任中华民国中医学术会理事长的时候 精通气功级中医的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加入我会 成为学术委员会委员之一 所以本人认识红道子博士已经42年 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为台北市国术学会 中华武术总会 中华气功协会之团体会员 其等均发函表示 其所属团体会员从无因弟子正与禁私礼而遭克税之情事 太极门假案源自于85年侯宽人检察官 以假证据假证人序域制造假案 国税局未经查核照抄起诉书开出假税单 96年刑事三审法院已经认定禁私礼为正与性职 属免税所得 弟子互助代办并非盈利贩售 与掌门人夫妇无关 无任何克税问题 98年无辜遭检察官积押的太极门师徒 全部获得国家冤逾赔偿 所有证据都证明太极门没有欠税 个案件延宕二十几年 对人民来说是极大的痛苦折磨 对国家来说是需耗司法资源 行政资源与社会成本 对人民对国家都不好 实在很不值得 本人担任行政院行政顾问时 一百年十二月九日参加由行政院召开的跨部会议 这个会议是为了公平解决太极门税务案件 当时会议是由行政院秘书长林中生主持 参加成员有太极门弟子多人 及前交通部长马正芳 财政部部长李树德 法务部次长陈明棠 台北国税局局长陈金健 警本人等 当天在主席协调下得到共识 不能再引用刑案起诉资料 决议依法令采用公告两个月的方式 让太极门弟子登记声明 以厘清究竟禁施礼是属于赠宇 或是补习班学费 登记结果若禁施礼属于赠宇 就无需课税 若是补习班学费就依法课税 调查结果7401份证据 百分之百证明 近施礼是赠宇 依照当天的总结论 近施礼属于赠宇 无需课税 那这个案子自然就应该结束 政府才有诚信 且国税局已在公文书承认 太极门并非补习班 并于108年底 将80 82 83 84 85 5个年度与近施礼相关的课税处分更正为零 却唯独将81年度的近施礼 当成补习班学费 持续强征课税 移送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 如果是同一个案件 当然是同样性质 同样的标准 政府哪有两套标准 天下哪有那么麻烦的事情 109年执行署还强行拍卖太极门土地 台湾何来自由民主法治 我很替太极门打抱不平 在世界自由日的今天 我们期待 期盼 蔡政府能拿出真民主 真自由的改革魄力 彻底终结太极门冤案 还给太极门师徒清白 让台湾真正踏上自由民主的道路 以上是前中华民国行政顾问 总会理事长黄雀阳先生的发言 谢谢大家 太极门器工养生学会成立55年以来 从来就没有缴税的问题 在25年前 也就是民国85年 活宽人检察官利用假证据 假证人以诈欺罪的罪名 起诉太极门 而国税局并没有本于职权先做查核 就照抄起诉书 然后开出80到85年度税单 于是本案就同时在刑事法院和行政法院进行诉讼 10年之后也就是民国95年最高行政法院判决 81年度的税单太极门败诉 其余年度税单的诉讼持续进行 隔年也就是民国96年行事的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基增法 认定禁施礼属于正与性职 无需克税 后来当时无辜被羁押的太极门师徒 也全数获得国家的冤狱赔偿 进行到这里 太极门冤案刑事部分就获得平反 而税案的部分本来就源自于刑案 照道理 既然刑案无罪判决确定 税案也应该要跟着终结 但国税局不接受刑事法院对禁施礼属正与性职的认定判决 继续对太极门开单课税 四年以后 也就是民国一百年 为了公平解决这个案子 行政院召开了跨部会会议 也就是刚刚影片中所说的会议 是由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主持 而法务部 财政部 国税局 也都是部长 市长或局长与会 会议中决定以公告调查的结果 来决定禁施礼到底是正与还是补习费 结果一共回收了七千四百零一份 全部都说是正与 这是对太极门相当有利的证据 再过七年 也就是民国一百零七年 最高行政法院作出判决 认定太极门是弃工武术修行门派 弟子静城师傅的金师礼是正与 太极门胜诉 于是国税局主动将八十以及八十二到八十五年度的税单更正为零 却仍然坚持维持八十一年度的税单不肯撤销 理由是该年度税单已经在民国九十五年判决确定 所以必须执行 于是在民国一百零九年的时候 由行政执行署将太极门的土地违法排卖 说归国有 对于这样的结果 国税局和行政执行署都坚称 他们是依法行政 所以他们没有错 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也很有说服力 但看在学有专精的专家学者眼里 可是不敢苟同 我们来看看专家学者的看法 我们之前在谈太极门的这个案件 为什么同一个税单 唯独八十一年跟其他八十到八十五年 会有差别待遇 正常的法治国家 对于同样的事物本质的内容 必须有相同的判断 这是宪法从平等原则已降 到行政法里面的行政自我拘束 最基本的要求 唯独遇到这个个案的时候 我们的行政机关忘掉了宪法的平等原则 忘掉了行政程序法里面 要求的行政自我拘束 如果说他认为八十到八十五年 都是应该要开单 那就应该一致 如果认为八十到八十五年之间 不应该开单 那就一致 因为是同样的事物本质 那为什么会唯独剩下八十一年 我要再谈一遍说 台湾在法治的进步上面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是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说 应该要有 现代法治应该要有 基本的这个自我拘束 行政机关不能滥权 但是你看到整个行政体系 从刚刚看到警察的滥权 从这个国税局的这种 差别待遇的判断 你就会看得出来说 到现代为止 他们还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说 那它怎么样自我解套 譬如说刚才税单的问题 八十一年税单 它很容易自我解套 因为从八十到八十五年之间 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在行政自我拘束原则里面 行政程序法的规定 它还有行政程序法 另外一条规定是 它可以自己撤销 它可以自立撤销 它完全有台阶可以下 但是为什么不愿意下 那我就认为它维持在 过去那一个时代的 二法 义法 就是说我外观上面 看起来好像有法律 那外观上面我就不要实质去判断了 那因此就将错就错 这个完全是不对的一个观念 但是到目前为止 它不愿意纠正 不愿意改正 昨天执行主才刚刚把这个土地给执行了 但是我们要回头想想 他们执行的那个法判决 就是那个判决 是正确的吗 那如果是正确的话 为什么八零八二到八五的税都不见了呢 那如果是有问题的 那公务员不是应该把它停下来 等到争议解决后再执行吗 当107年的这个判决 已经说过去所做的国税局 不管是从未复查 或者复查决定 或者严处分都是有问题的 那也经过你们本离职权 在依照行政诉讼法 行政程序法 在法院之前成立和解 这个也是要有行政作用的存在 或者八十五年 这个台北国税局也自己发函说 那归为零 这也是一个行政作用 当六个年度 五个年度 本离行政作用 或者是本离行政程序 跟行政诉讼上的一个和解 都是一个新的一个决定了 那怎么会留一个旧的 没有执行的这个问题 还要严格继续去执行 我们现在这个剩下的八十一年度案件 其实我们直接撇开 所有法律的内容跟条文 我们就是本于一个正常的人类 来看这个事情 有谁会觉得八十八二 八三八四八五都没有事 都没有一毛钱要缴税 然后你现在跟我说八十一年 也要缴税 我想正常任何有一点点 思辨能力的人 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国税局 我们的财政部 我们甚至行政执行署 都还是坚持 这其实就是一直以来 都是官僚体系 你的本案是否合法合理 是你本案去救济的问题 我执行署只管要钱 那这件事情这个说法真的对吗 我们讲他是国家级的讨债公司 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依照我国的民法规定 其实赌债不是债你知道吗 赌债是不能讨的 应该说不能透过正常手段去讨的 但是什么人会去讨赌债 很简单嘛 赌债不能透过法院讨 只能找什么 黑道讨 就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国家的执行署 他讨的债 他不管这个债是正确的 还是不正确的 那跟这些讨债的黑道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会觉得 依照我们的国家的行政执行法 其实也没有准许 我们的行政执行署怎么样 闭着眼睛讨债 他不是只有讨债这件事情 其实在行政执行法第三条也讲了 行政执行他必须要秉持于公平合理的原则 兼顾公共利益跟人民权益保护 用适当的方法为之 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保障人民的权益 是政府责物旁贷的责任 尤其是我们民进党 第二次政党轮替以后 他们号称要保障人权 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 判决或者是处分 那政府抹视了那么多 事实拒在的证据 然后呢 一一孤行的 来迫害一个 善良的一个 武功修行的气功协会 这样子一个作为 政府知道错而无作为 这是老实讲是一种独职啊 是一种待乎职守啊 不是一个正当政府应该做的 而且尤其是 明明知道不应该执行的一种 明明知道不应该克罪的 一个错误的判决 居然一意孤行的 而且强行的逼迫 在做一种拍卖 这样一个行为 老实讲 是触犯刑法的独职罪啊 明知不应征收而征收啊 这是129条刑法第129条 第一项之罪 我们看到这样子 真的很心痛 想想55年的时候 太极门气功养生协会成立 到今天109年 已经有54年了 我们除了80年到85年度 这六个年度被怀疑 是不是要瞌睡 认为这个弟子 禁师礼 是不是一个赠语等等 被人家质疑以外 其他的各个年度 没有被质疑过 最后只剩下81年度 留下这个尾巴在这儿 然后呢 认为这是一个 补习班的学费性质 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决定 难道政府没有感觉 应该同一性吗 应该是同样处理吗 那么54个年度里面 53个年度的这些公务员 都没有依法行政吗 只剩下这个81年度的公务员 是对的吗 我想应该不是吧 想想太极门这个案子 检察官起诉以后 他违反了一般程序 他直接就把起诉书 送给国税局 当作科税的依据 国税局呢也没有查 直接的就用起诉书 当作依据 直接开税单来 科增税收 老实讲 这已经是违背程序的正义 这没有经过正当程序 他没有举证 老实讲这张税单 应该是没有效的 平时查房拍卖 太极门苗栗的 50笔土地 它只要的凭据 就是81年度 中所税 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判之 第2006号的确定判决 但是从事后的 发现的各种证据 以及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 12号的判决 显示出来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没有所谓 勞务几户的所得问题 国税局开单课税 是一个重大错误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从法 从理 或是从勤来论 专家学者都认为 95年的判决 是错误的 不应该被执行 不但专家学者 这样认为 连在民国95年 判太极门败诉的 最高行政法院 也因为新证据的出现 在民国107年 判太极门胜诉 不但如此 在国税局 判行政执行署 执意要拍卖 太极门土地的时候 台北行政法院 还两度去含中区国税局 并附资行政执行署 新竹分署 请中区国税局 将剩下的那一张 81年度的税单 也更正为零 并且依照 税捐基增法第40条 撤回执行 你看 连作为最后仲裁的法院 都认为 95年的判决有问题 也努力的 在弥补这个错误 国税局 和行政执行署 就应该本于他们的职权 更正税单 撤回执行 但他们却不理法院的行文 宁可牺牲百姓的权益 也要将错就错 一意孤行 国家有这样的官僚单位存在 想要落实保障人权 简直是原木求鱼啊 太极门 这25年来 为了这个原案 所耗费的人力 心力 财力 物力 真的难以估算 这期间 也不断有关心 这个案子的好朋友 劝告说 那就跟国税局协商一下嘛 多少缴一点 案子也就结束了 但太极门却认为 这绝不是单纯钱的问题 而是该坚持做对的事情 对于这一点 中华官圣文化 世界弘扬协会 理事长黄国璋先生 有一段感人的话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周遭的朋友 对太极门的案件 大家都搞糊涂了 三审都判无罪 这个很明显的是 一个关联的道德勇气问题 再来就是 制度可能真的要 好好调整 最近 因为我来这里 当然很多 包括我一些伙伴 很多人就在讲 告诉我 说太极门又不是没有钱 那么缴了就好了 那就把它当作 是一种监助给国家 这个是好事吗 那为什么还不断的在抗争呢 我告诉他们 我说现在太极门 争的不是钱的问题 太极门也不是争私人的问题 他是为整个社会 在争一个公平正义 在争一个合理的制度 还有在为全民争一个 合华的人民权利 一个很重要 同时也是在为肉食者 争一个平等的保障 也是在为替未来 或是争一个 能够组为人民典范的人权 康庄大大 那么我也告诉他们 我是像这个事情 我们全国民众 谁都不能袖手旁观 你今天不支持 也许明天受害者就是你 那么我相信天地公平的 我们只要是正义的 刚才几位前辈都一直在讲英国 我们绝对相信 英国绝对不是迷信 上天无事 唯佑就是善人 我相信我们不久一定会被平反 我这个我是有信心 那么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是的 这个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也不是太极门诗人的问题 而是在争一个为后世 能够组为人民表率的 人权康庄大道的问题 我们常听说 危机就是转机 太极门冤案 这个法税的招妖境 造出了台湾法税制度面 和执行面诸多不合理 甚至是违法和严重侵害人权的地方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为我们自己与社会上 同样受害的社会大众 来做一番努力 和改革 人权是民主和法治的基石 人权理念的教育和落实 不能只靠政府 需要全民的觉醒和参与 所以呼吁全民应该要站出来 支持法税改革 让我们的赋税人权 能够更完善和落实 今天的论坛进行到这里 结束前邀请各位好朋友 一起来聆听一首 世界公民享人权的歌曲 最后祝各位好朋友 诸事如意 谢谢大家 美与美与新闻 乐乐世界公民 鸟 日月星辰有辉旅 转世前后有辰许 天生万物有权利 自由平等与人权 人在何方何苦涩 人人有权的尊重 舍命可贵 自由高 平等法治 终人权 人一可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解开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 爱依旧 守护人选为何必 天地有爱与和平 世间共鸣相认全 人一可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解开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 爱依旧 守护人选为何必 天地有爱与和平 世间共鸣相认全 世界共鸣相认全 人全之上 放生平等 天地有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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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出疇 店员 队宇领 帮 certain 人不知 屙 配 老